印尼国会周二1月18日批准一下法案 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至婆罗州的东加里曼丹省 并将其命名为鲁山塔拉 该区具有天灾风险低 地处印尼群岛中心等优势 当局预计2024年开始分阶段清都 根据英国卫报 鲁山塔拉在印尼文中有群岛之意 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长苏哈索说 是总统佐科威提出的名字 佐科威在2019年宣布这项计划 多次表示迁动目的可促进印尼区域均衡发展 无论从人口密度、交通堵塞、污染和水资源问题来看 我们都不能再让雅加达和爪瓦岛的负担过重 雅加达目前人口约1000万 且面临下沉危机 印尼预计2024年开始分阶段清都 新首都位于婆罗州东加里曼丹省两县境内 该区境内遍布热带雨林 是红毛猩猩等濒临绝种 及印尼特有珍稀动物的故乡 因此有人警告 清都恐对生态构成威胁 世界需要真实的信息 订阅新加坡大纪元报纸 加入新加坡大纪元Telegram电报频道 就是对我们努力传播真相最大的支持 明日视频道 ratings